很難去跟大部分的中路角色做抗衡 尤其比較遠的路回來喔 所以這邊搶2的Decas輸了 這邊甩回來兩方的血量都被壓得非常低 阿維歐加德德這邊開光盾之後 血量升不到100 最後一下交閃線躲過了 但不過同時間路西也跟著交閃線開光盾 所以阿維這邊 哇 暫時暈到人 我啦 可要有辦法在這邊逃脫嗎 最後一下吃了血再把阿維勾了進來 再給他一下 還差一下 有沒有閃線 哇 最後竟然殺不死對方 要進來Dive中路嗎 這個地方直接變形 所以他Q1一定會中 我這邊有機會直接代表對方用W技能 哇 交了閃線過來 這個很漂亮 這個被奈爾魯斯勾到的瞬間 直接交閃線喔 要慢再來 這邊要Dive吧 應該是要Dive開大絕之後 衝進去有轉道 再次運到了龍女 這邊要開大絕逃跑 勝最後一下 這個時候奈爾魯斯趕到之後 中打血量勝不到300 那有大絕的狀況底下 再次把這個回血包一阻 我們兩個就先往後拉一點點 小安這邊對卡莎莉痛打 但是這邊龍女飛了過來 Dive從旁邊也走的過來 為自己套大絕之後 再被勾到 小安這邊閃線撞牆 哇 那這樣應該是沒有救囉 現在這邊被擊殺掉了之後 有要繼續追殺位置嗎 下面這邊也開打了 開了五角 大家好像沒有勾到了 安妮的大絕做到了Wallock身上 被暈之後 雖然在被拉的狀況底下 還是由安妮這邊抓掉了色雷西 不過這個地方也看一看到說 GarJJ被陸西恩給擊殺掉 那阿維應該很難抵擋對方的攻勢 但是先暈了之後 哇靠這個血量太多了吧 還是利用這個暈的優勢 再把陸西恩給擊殺掉 那可以看到說 小安這邊來到上路 但是先來去弄一下對方的藍BUFF 雖然說一次要幫自己上盾之後 中打在旁邊已經趕到了 那這樣之後還要打嗎 雖然說勾到之後 Kazadi馬上被變成了小動物 雖然說想要逃跑 最後還是來不及被這個 李鑫的這個持續傷害給燒死 現在繼續對這個對方的上路做 冰數的差距也是慢慢的拉開 我拉開大絕直接逃跑 對 那這邊是怕說後門還有人 哇我這邊想勾GarJJ 但問題是他是有盾的 那魯西恩大絕命中GarJJ 這時候阿維也衝了過去 五角大俠蓋下去 Winz也來趕到了 GarJJ的血量很少 這邊非常幫忙套一個盾之後 來迴旋包來一回 還是勾死了 射了一些 但是這邊路西恩也把GarJJ給收掉了 但不過Winz不會補 非常非常的快 在這邊再把路西恩給擊殺 Kazadi也過來了 這邊雖然被禁岩 繼續往前衝要踢 哇差還是沒有踢到 非常可惜 小安這邊繼續追殺著 Kazadi被緩速到阿維往前走 有沒有暈呢 有暈 但是Kazadi再交一個R 我剛剛我覺得 龍女還是一樣 是想要給對方做威脅 總打兩段衝刺之後 要開大跟對方互拚輸贏了嗎 有活斗 龍女現在有活斗 但同時Kazadi已經過來了 直接一個R再接一個Q 把總打給禁岩 其他如果在1技能就直接上來 開大決往前衝 但是這樣是否是不妙了 有套點燃 點燃點不點得死了 點成功了 但是這個時候NDD也來了 應該也逃不掉了 就只好在這邊亂打 一直看 再把Kazadi給帶著往前衝刺 Double kill之後 那就無所謂啦 我已經攻城身退也沒有 就算我是不是想到 哇這個勾其實也差不多 下面沒勾到 這個直接閃現 把路仙踢了回來 緩速之後 LuLu交閃現 那這樣的話 先點了這個燈籠 往後拉掉 再被射擊器往後勾 但是Winz這邊被套大決之後 先把路仙給擊殺 在Q1 Q2衝過去 Walak這邊應該是走不掉了 把頭還是留給了LuLu 這邊的地方 哇這邊要趕快往後撤來 要往後拉過來 有點危險 這邊大決被套上了 彈了起來 現在卡薩丁往前衝 小安這邊要跟大家說再見了 不過Winz這邊 剛剛還是沒有要選擇操保 現在開始 原本要擦眼 但是被勾了回來 但是還來得及 卡薩丁R了過去繼續追殺 現在被技能 中壞到底有沒有辦法跑得掉呢 路仙大決完蛋 全部命中在這個地方被shut down 已經慢慢的把他的這個 而兵速給追了回來 二玉這邊一跳二 為什麼 因為LuLu在後面已經走過來了 Walak開大決想要緩住他 但是一個衝刺 衝第二次還是OK 沒想到一打二 就已經足夠把瑟西給打死 NDD過來這個地方先緩住對方的動線 但是路仙還是被緩到了 二玉現在大決結束 還是一樣往前衝 沒有來回刷 對 之前有在那個改版中有 有改動 OK 現在下面 Walak被踢了回來 想要刷人 但是在一打四的狀況底下 還是沒有就被GazJJ給收掉 這裡好像有一點點傷害了 不過在下面這邊 塔還沒打掉 就要把NDD給擊殺 交閃線之後 Winz的傷害是夠 讓這個NDD還沒有勾到牆 就死掉了 現在塔掉了 路仙向上開始逃跑 路仙向上開始逃跑 路仙向上繼續往前追 在變身之後 再為自己套大絕 沒想到這個卡拉丁 R竟然在瞬間馬上被彈起來 所以只好車隊 龍女飛了起來 想要抓小安啊 小安這邊這個盾還在 還沒有死掉 而且在這個龍女飛 竟然在瞬間給隊友很有 有衝 這次就給他吧 對 那是放這個 路仙一個人在下面 他放一個人在下面 衝進去要暈人 現在開始是選擇要往暈 就暈到了NDD NDD T1 Q2 把對方給踢回來 在這邊被尬JJ所擊殺 那龍女這邊的大絕 有大絕嗎 沒有開到大絕 現在才衝進去 但是衝進去 馬上就是自殺的行為啊 也看到卡薩丁要進來 馬上被暈 那被暈的瞬間 以TPS的傷害來講 一定是可以秒殺 現在尬JJJ要跟路仙 單挑的開了光盾之後 總達在往前助陣之後 逼得對方交閃線 喔 這個地方渦拉勾到人 還往前中 但是這個塔好像距離不夠遠 還是被尬JJ所秒掉 就算對方是硬的角色 他還是直接把他踢出來 哇 這個傷害真的好高啊 小安這個傷害是怎麼回事 他就是閃線 把自己套一套盾 對面就死光了 那這邊出來下水角的狀況的話 可能就保不住自己家兵贏了 卡薩丁要做最後的掙扎 中達繼續往前衝兩次 暈到了卡薩丁 卡薩丁血量瞬間飆滴 馬上死亡 這個弓沒有勾到 沒有辦法展現出雷射弓 小安在這個地方 還是繼續白目給對方一波痛打 其他隊友在這個時候 把主堡給打掉